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朋友觉得说的非常透彻 其实在我的个人的理解当中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 为什么 在现实生活中 在大陆生活过来的朋友 面对错误的时候 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 首先的选择死扛到底 大家说死扛 对错 真实的一面 无所谓 出了事情 这事跟我没责任 在朋友之间 同事之间 同学之间 亲人之间 任何人的自然反应 就是推卸责任 拥有权力的人 事情做错了 一定把它做石楼 做石楼的意思就是说 一定把那错误掩盖下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 这个制度把人摧毁之后 这是人的自然反应 人的自然反应 对吧 很多人朋友说 我节目当中说 你得有证据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 你媳妇给你外面 扔绿帽子去了 能抓在床上的有几个 你老公出去给你找小三小四 给你找妹妹 现在也没准找大姐 这是保不齐的事 对吧 不挑口 不忌口 你能抓住几个 对吧 什么叫证据 一个人 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失去了做人的基本道义的时候 什么叫证据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开玩笑 大家说开玩笑 在中国环境当中 老婆怎么去 能够抓住老公 这词不好听了 回家叫交公粮 看你交不起 交不起 有出门混的 旁边有乐的 男人要乐 做媳妇你就抽他一嘴巴 他知道什么意思 这都是不好听的词 出去淘气去了 回家交不了粮食 这是一个社会的氛围和环境 不是今天咯 我出国都二十年了 那都二十多年前就那样 就那样 那叫生活 那叫事业 对吧 那叫生活 那叫事业 在人的现实环境中 你没能力看破它 对不对 就像北京城 原来三里屯 三里屯 现在那么豪华 北京的我在北京的时候 三里屯刚刚开始酒吧街 刚开始 那酒吧街是在便道上建起来的 原来的抗震盆的基础场 抗震盆76年地震 大家都出来住 就在这个路边盖了一些房子 因为怕家里砸死 那原来三里屯那条街 两边都是大树 然后非常僻静 很适合于谈恋爱那地方 没人 抗震盆留下来的一些房子 在后来就逐渐有人用它开酒吧 房东用它开酒吧 酒吧一下开起来了 因为那旁边四周 包括燕沙呀 亮马呀 都在那一片 开起来之后 挣钱了吗 我相信房东就开始收低租了 就跟秀水街一样 秀水街出来的时候 一个摊位3000块钱人民币 9平米3乘3的 那后来等到亚运会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6000块钱 7000块钱 6000 7000一个摊位 一个月 房东那时候摊主就已经不干活了 原来是摊主自己练 后来摊主就走了 租给浙江人 那时候专卖 这个杀洗的那种丝绸的外套 那种杀洗的那种丝绸 那个标价往外一喊价 都是170 180 砍完了都是四五十往外卖 秀水街 起来的是 我说的意思 整个氛围就这么来的 对吧 整个环境这么来的 那三里屯后来酒吧成了风的时候 那里头在里头混的 谁信谁 谁不信谁 对吧 所以今天那天看 那很早的说优酷的是故事 男孩女孩十一间里面就就来了 那地方是有土壤有根基的 二十年前就那么来的 还追随道德 那地方整个每一块土地都渗透了那东西 都是龌龊和肮脏的 二十多年了 两代人都出来了 二十年前混的女孩子今天都当妈了 她女儿都能出去混了 话不好听 但真实 对不对 所以雷阳这件事情 警察为什么这么做 那是警察的自然反应 但警察失手把人家打死了 这事只能演 这事只能演 对吧 就我昨天说的 长城饭店 天上人间 朝阳分局在麦子店 离长城饭店两里地 那长城饭店上面 当时天上人间在的时候 女孩拉拉手500块 在亮马桥上 有一些民工 那你带走了50块 亮马桥到长城饭店 有500米 你从长城饭店到了对面 亮马桥 亮马 里头就减价了 300块钱能带走 朝阳分局离他就在他后头 麦子店那 他们都在干嘛 所以警察就是流氓 对不对 警察就是流氓 在燕沙后面的酒店里面是日本人开的 那什么都没有喝个酒 什么的就给人家1000块 昆仑呢就有吸毒的 什么样都有 我说的这个方圆可就围绕了三里屯 酒吧街 没有方圆都不到一公里 对不对 我不知道现在华侨饭店还有没有了 不知道 那都二十多年前 就是这故事 对不对 可是那卖店 那个朝阳分局 朝阳拘留所可一直就在那吧 从来没消失过 所以警察就是流氓 警察在这地方做警察在共产党他他想不流氓 他混不下去 因为你进了流氓堆了 对不对 那那那你怎样啊 他已经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了 只不过在当时大家熟视无睹 对不对 就像你说医生现在得什么练功夫 防止这个医护人员 防止这个患者打他或者怎么样 那你医生收红包的时候少收点 你就给人留一茧子 留肚子里头 对不对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 早跟大家讲过 人坏了全都完了 那雷洋这件事情呢 他原因就在于大家在北京城司空见惯 这是人们的正常生活 对不对 你给医生给钱少了 医生没说不 但是给你做手术 下刀子 让你永远回来治不好 让你那伤口上老流浓 为什么 你少给了三分钱 今天医生说站在医生角度 我们患者威胁我们 你手底下杀了多少人了 你活摘器官的时候杀了多少人了 你为什么那时候掩盖 为什么现在也掩盖了 制度的邪恶 把人都变成了像兽都不如的高级动物 才成为了今天 对吧 但是当社会承载不了的时候 雷洋的事情就是社会承载不了了 大家都是受害者 谁也不愿意再被害下去 对不对 就像有的朋友 我自己见过我自己的朋友了 赚了钱了 最早去南方挣了钱了 上海有个家 他已经有老婆了 上海安个家 昆明安个家 南京有个家 大连有个家 北京是他的原配 后来 我印象很深了 因为大家是朋友 他自己的儿子要受日曼教育到德国去 他那媳妇没说话 知道他有四个家 他还把自己在四川的家的媳妇 带到他北京的家 大家一块吃饭 心照不宣 都知道怎么回事 谁也不说破了 他媳妇有心眼 生了儿子 带着儿子 说到日曼 得上德国 把他所有的钱给卷了 上德国 回来离婚 这家伙 这就是报应 那原来都是在 大家要知道 是最早在赛特包房间的 在北京人混的 你知道赛特是什么时候建的 赛特建的是在前门外 我不知道现在叫什么 香港 香港村 香港村的一个两居室只卖20万的时候 那前后有赛特 荣毅人开始弄中信的时候 巧克力大厦的时候 那是前后赛特起来的 他在赛特里包房间的 包办公室的 对吧 买一个都棚打火机 4800 是那么混出来的 后来媳妇没了 儿子没了 然后结果在事业上又倒了没了 然后就给人打工了 又过不了多久 那媳妇没讨媳妇啊 那没钱了 养的女人就全跑了 后来又讨了个媳妇卖酒的 卖酒的大家知道喽 那都是晚上上班了 在三里屯酒吧上班了 都是叱咤风云的男人 然后就这样 惯来惯去 就走到了今天 那现在都50多岁了 对不对 已知天命了 也就守着家了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觉得 觉得 因为也不跟人家联系了 怕人家给人家带来麻烦了 在中国的社会就这么回事 从来没变过 所以雷洋这件事情 是这样的积累 社会的积累 二十多年 江泽民八九六四上台之后 二十多年的屎盆子 压在了今天整个社会上 这屎盆子翻了 那社会就有反应 承受不了了 出现了雷洋的这种反馈 所以我的眼睛里 是过去二十几年 死伤无数的雷洋 他的阴魂 他的冤鬼 汇集在雷洋身上 反暴到社会上来 这就叫天意 每一个人在外头耍的时候 谁都不会顾及别人 对吧 但耍完之后一场空 小爷们老爷们跟小鸡子 那女孩子出来 你就一眼就看 你看无论他化妆成什么 穿的什么巴本 穿什么都无所谓 那从肉皮下面全是黑的 就像那个 就像我们知道那打印机 那个碳粉 就那种黑 暗无光色 从皮肤下出来 你不用说自己有本事练功 一般你只要是一个相对有善良的人 你都能看出外面街头走的这些女孩子 她的什么样 她里头是什么 对吧 民间有一话 有时候把做不好事的女孩子形容成歇毒 其实是那么回事 我自己能理解是那么回事 因为里面全坏了 她就剩这块肉去诱惑 因为她为什么诱惑 这是她唯一的生命的基础 男人赚了钱出去耍 对不对 没用 那今天的整个社会上上下下 你看那警察立刻栽赃在雷扬身上 就是要打死她 打死她 做时辰 把这事演漏 没什么高超的 没什么这个那个的 就这么点事 因为自己不把自己 因为道理很简单 没人能负责任 必须做时辰 那触动了众怒 家家户户都在过去时间里有过类似的冤屈 所以在今天借助这件事情 内心中的那一份恶气 民间的恶气 透过雷扬这件事情出来 在我看来是这样 BBC连续登了几篇文章 有评论的有新闻报道 第一篇文章这么说 北京警方将依法调查相关人员 这是在民众的网民的所有的呼声之下 这种过程之中 北京警方说出这样的话 尽管是这样 大家看这张照片 几个男人 看这个手指头 这就是我说的 当一个男人 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时候 他立刻把自己当成了权力的拥有者 其实他能挣几个钱 当一个权力的拥有者的时候 他根本不懂得尊重别人 所有人都是他权力之下 可以任意侮辱的动物 这是他自然的动作 自然的反应 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恶 脱了这层皮 脱了这层皮 狗屁的物质 对不对 二十多年前 北京的警察怎么着 高考考不上被淘汰下来 大专上不了的 然后问你去不去警校 男的 男的为主 女的一般 这是我亲身经历 我自己旁边有人就这么去 警察就这么来的 还谈素质 19号上午 北京公安局官方新浪微博发布消息 所以说对雷阳案高度重视 已经责逞昌平分局 及时通报检查机关 相关人员接受调查 坚决尊重事实 尊重法律 坚决 依据依法处理 绝不护短 就这几句话 出事情 那是多少天之前了 这是19号他说的 他需要俩礼拜 才叫坚决尊重事实 需要俩礼拜 尊重法律 绝不护短 这话就漏了馅了 在任何正常的西方社会中 警察犯案 警察犯案 包括我们知道在纽约一个菜鸟 一个中国人 中国警察枪走了子 打在这个楼道里头 结果把一个黑人打死了 然后上了法庭了 最后判他不用入监狱 就是这件事情引起了一个 整个美国社会的风波 那是警察 开了枪 并没有直接打向那个人 然后出现了这种事情 纽约警方 他敢说这句话叫绝不护短吗 说出绝不护短 就表现出中共警方的邪恶 他拥有权力 可以掩盖一切 大家想过这道理吗 他拥有权力 可以销毁一切证据 他拥有权力 可以扭改一切事情的本身 在这样的基础上 在民众的认知的背景下 他为了表现自己的磊落 说出四个字 绝不护短 但真实的含义 就是他的稀恶的表现 有人说了 有朋友说了 你得给人时间 我跟大家讲过了 二十多年前就这样 三里屯从没有的时候 一直见到今天你看到的三里屯 我刚才描述的真正的故事 就是这样 对不对 二十多年 你当初二十年前结婚了 你今天你女儿都那么大了 你儿子都那么大 娶媳妇了 对不对 警察换了几茬的 在操守做法上 杀人护短 更娴熟了 但在用词用语上 从来没改变 对吧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是说 整个这种压力 社会无法承受了 爆发出来 而中共的管制 它真正惧怕的是什么 是无法承受的压力 使盆子完全崩了 对不对 你知道这是昌平发生的事情 半辣农村 原来的北京的远郊县 我不知道现在算什么 那有很多是分辨池的 那分辨池早气那么好的 会崩了的 好 那有的瞧 文章讲 5月17号 29岁的雷阳 在北京昌平区 一家足疗中心外 被警方只因嫖娼 被拘捕 关押在派出所 50分钟之后 送到医院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警方是否存在着执法不当 和这个施虐行为等问题 引发媒体和网络上的热议 那这是我们明确看到 这是北京 对吧 那19号 事发5月7号 19号 北京警方置地有声的 坑墙有力的 发表了这样的声明 是他没出去了 对吧 是他没出去了 在整个事情的本身上 咱这么说吧 北京的警方 在干嘛 玩命传钱 得给儿子捞出来 对不对 传钱送钱找门子 还依法延级处理呢 那是高级动物围 如果任何一个警察 只要在那件事情上是当事者之一 他们的公安局 他们的爹 他们的妈今天就在拖门找人 这个事就麻烦 看谁敢借钱 北京市公安局说了 那今天他送钱 必须送到公安局以上 北京政法委 中央政法委 公安部 得在那找人压案子 医生你怎么按价码收红包 他就得怎么送钱 这是社会的崩溃的真正的概念 人与人之间 活 死 对 错 真相 虚假 全拴在了红包身上 我问你习近平你怎么反腐 只能往党咯 反腐是个手段了 在我们刚才看到那篇文章的背景之下 结果过了一个小时展开 BBC另外一篇文章 彻查雷洋案谁是独立方 所以应对了北京公安局的声明 他就把北京市公安局对雷洋案高度正式的说法拿出来 对吧 一个下属单位 那今天12天之后北京市公安局敢这么说 还说绝不姑息 绝不什么 绝不这个 绝不那个 那老百姓还得接受 难道不是邪恶吗 对所有的网民就是不尊重 对不对 作为正常的社会 所以作为英国的媒体 白墨这个人的名字很特别 白墨黑黑白 什么是黑什么是白 起的这名字 就直接提出来 那谁是独立方 独立的 没有任何这个利益上的瓜葛的 那才叫真正的调查 昌平分局在这件事情造成了失守杀人 故意杀人 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就要承担责任 是这道理吧 那既很可能会承担责任的人 却成为了要替老百姓找出事情真相本身的一个执行者 一个命令的发布者 白墨的文章上来就问 警察查警察 北京市公安局的利益剂的概念是什么 与警喷的公众舆论是一个什么概念 事发后利益 对吧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那利益的概念 利益之后的动作更禁不住推敲 责逞昌平分局 及时通报检查机关 并积极配合开展调查工作 相关人员接受调查 北京市公安局不管 让范市的昌平公安局分局 自己去自查 我跟大家讲过 共产党的理论是什么 教育出来人们叫恨人有笑人无 有人说文革可能要出现 我跟你讲文革要出现 老百姓拿着镰刀拿着斧头 共产党的标志 杀的都是带国徽的 和挣钱的 你信不信 你试试 文革类 昌平公安如何与昌平检查积极配合 昌平县检查院对县公安局有什么令人公众信服的调查权和监督权 昌平的检查院跟昌平的公安局 那之间两个楼之间没准就是一个洗脚的 一块洗过脚 搓过背 没干别的 一块洗过脚 搓过背 还洗过头 别乐 真的搞不好 就是人家的真实生活 应接受调查的相关人员 在雷扬死之后曝光后一直在借助相关的话语权证实雷扬确实嫖了长 甚至把涉嫌违法者卖淫女张某拉到镜头前证实与雷扬发生了性行为 共产党教育出来的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最狠的 我跟大家说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 中国人毁中国人 中国人玩中国人 弄死了整 下手贼狠 海南 你看那视频了 打孩子 打女人 就像逛街打狗一样 你看那个女孩 挺年轻的女孩 家里没有鸡蛋吃了 家里没有西红柿吃了 夏天要吃菜 就作为城管 上街一扫 回来 找张照片 胜利产 这是战利品 真的我跟你说连牲口都不如 连牲口都不如 但对于他来讲他没有任何能力拥有那份意识 意识到自己非正常人之行为 一个三十岁的小伙子落到警察手里一个多小时之后就进入了停尸房 能够证实雷某进行嫖娼行为的是昌平市公安局最急于要查清楚的吗 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告最后说也坚决依法处理绝不护短 言之绝绝不护短立刻上了中国大小媒体的标题 执法者不依法依什么既然依法又何须表态护短呢 没错 一个人的正常思维不用什么深刻的理解就知道这一份的邪恶 这是邪恶 北京市公安局依法绝不护短就是邪恶 所以这是关键的问题 这份邪恶就是周永康上了中央电视台 跟这些女播音员刚提完裤子牛脸出镜 全国扫簧打飞办公室主任 全国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下达中央的最高指示 在春节期间如何扫簧去了 周永康连裤子没提上 波音的那女人搞不好就那么着就去了 只要有上半事就行了 下半事不要 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的政法委体系 公安体系今天就在眼前 从嫖娼到公民非正常死亡 连新华社在社论中都说 雷洋事件发展到现在 昌平警方应该回避 应该由法定的执法监督机关 或更高级别的部门介入 才能发布更加的权威 而老百姓看到的就是要求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 有党在谁是独立的第三方 不存在 在英国警察执法过程中出现死亡 每年都发生 发生之后 当事警局必须立即向监督警察执法的独立调查机关 警察投诉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 并由委员会接手调查死亡原因 并确定警方的责任 警方只有闭嘴协助调查的份 其他任何都不存在 昌平的检察院或更高一级的检察院 是否能承担独立的执法监督角色 忍者见人或者雷扬案是一个很好的检测 但是在现在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第三方无形的却极其强大的第三方浮出了水面 那就是借助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公众舆论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完全确实完全就是这么回事 对吧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 社会无力再承担 再承受第二个雷扬的死去 原因是社会的各个角落 各个层面的人都遭受过类似的生活经历和事件 只不过无力抗争而已 只不过无力抗争而已 在社交媒体中有一段陈述 那一位姓蔡的自媒体人这么说的 雷扬之死带给我们的恐惧和愤怒是前所未有的 其实我觉得是民众承受不了 恐惧何尝没有 愤怒又何尝没有 早就有过 对不对 只不过无处宣泄了 没有平台呢 谁也不知道谁是下一个雷扬 或者说每一个人可能都是下一个雷扬 没错 不是下一个雷扬 就现在同时间 在社会中正在发生 有的比雷扬还残酷的事情 只不过没有披露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恐惧和愤怒的原因 与其说我们关注雷扬之死是出于正义和良知 没有正义良知 当自己被当成高级动物对待的时候 当人们去默认自己是个高级动物猴变的时候 其实失去了已经自然的失去了自己对人的认知 人才有正义和良知 只不过在这过程中出现了冲撞 因为我们的灵魂常在 我们不能出现清晰的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认知 他说倒不如说是出于恐怖和恐惧和愤怒 对公权力的恐惧和愤怒 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对公权力的恐惧和愤怒 我出国的时候 来到北美 看到警察自然就害怕 而警察的警车上永远写的 他是服务于社区的 而在我的眼睛里 在我的灵魂中 在我的观念中 这是一句骗人的话 他们永远是用枪打杀的 永远是掩盖真相 而这一份的东西 就是在中国留下来 而这些警察 他只认钱 开玩笑说 咱们开玩笑 这都是生活经历 从亮马喝完酒出来 走二环路 那你比如说你要到了德尔门 这朋友讲的故事 有时候晚上有查业的 警车查业的 朋友说了 非常有趣 说在亮马喝完酒 十二点半 一天 开着灵智 那时候二十年前 能有灵智的 那少啊 咔咔在这个百二环上去标 德尔门那被人警察拦住了 他喝酒了 他开车 开那么快 警察拦住 警察一露头 他从包里头 啪抽出一百块钱 警察一句话都没说 把钱接过来说 大哥开慢点 公权力永远是这样 他只认钱 我跟你说的都是真实的故事 对吧 这是发生在北京城 出了德尔门往北 六十公里就是畅平 他们有什么差别 二年前的那个警察 今天是当地的 那今天的警察就打死了雷扬 这是这样的朋友 说这样的话 只不过他是面对现实的环境中 他知道了一份恐惧 但他们的爹娘是在恐惧中 永远是这么生活下来的 这就我说的中共的邪恶 在一个没有尊严 没有人权 生命如同草芥的社会 谁也无法预知 自己在嫖娼或没有嫖娼的情况下 会不会被警察塞进通往死亡的面包车 嫖娼没嫖娼一点不重要 重要的是不小心你碰上了一群警察 他以为你是什么 你就死定了 你记住 他以为你怎么样就行了 而不是你做过什么 这是关键的 我相信朋友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 正是因为他以为你是什么 你就死定了 才会让每一个人感觉恐惧 你不想让你自己在某一个时刻 在某一个地方 让这些拥有权力的人 以为你怎么了 只要他以为你就可以杀了你 然后他的整个机构会掩盖你死去的真相 你永远成为一个冤死鬼 这就叫共产党的邪恶 它渗透在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真实的生活中 这是我跟大家说 命运如果被警察以为成什么 那就是你的命运 你逃脱不了了 但是灵魂就是我跟你说的 当你拒绝魔鬼 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 他不是人的时候 神佛就在你的身后了 神佛在你的身后 就是在你的现实生活中 你不会出现被警察以为你嫖娼而杀了你 不信就试试 退党不退党 退团不退团 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 但真正对生命的认知 道德的认知 就像人的灵魂的概念 信仰的概念 跟你被警察你偶然以为的概念是一样的 一样的在于 你不知道和无法证实它的真实性 可是在你的现实生活中 每一分钟你都会面对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